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川普总统要执行这个国会通过的针对这个香港的加强版的这个法案 要对中共的官员实行制裁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上面的报道就披露出来了 这个这一次蓬佩奥和杨洁篪在夏威夷见面的时候 杨洁篪提出来针对香港问题 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最敏感的举行的问题 不能踏入这个红线 而很显然这个美国之前警告中国的红线 中国也踏出来了 那么现在美国也踏出了这个红线 双方都踏入了对方的红线 那么七月一号假如按照现在的预期 中共的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在七月一号临时开始实施 大家觉得是不是在香港两国之间就开开 追战了 陈小龙博士 你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讲的这些消息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杨洁篪就 就怎么在党的议员化领导下待太久了 已经不适合做外交官 他应该被政治局开除 为什么呢 他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 没有议员化领导 这一回美国新通过的这个法案 根本就和川普没关系 不是川普通过的 就相当于这个中国的人大常委会 通过一个党中央不认可的方案 或者说党中央没讨论的方案 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现在是等于这个 在借着国会的势头可以推动事 就上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针对香港 已经是两个法案 第一个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然后前两天通过的这个是叫做香港自治法案 这两个法案实际上是起于了不同的作用 后一个显然比一个前面一个更厉害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回溯一下的话 这个前一个法案就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呢 其实是很早以前呢 就是2014年的时候 9月份发生了那个香港的雨伞运动 这个要求实行征朴选 那个时候是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 那个中国委员会首度提出来的这个香港 人权民主法案的第一版 然后这就一直隔了好多年 5年以后香港再次爆发这个去年爆发这个反送风运动 然后这个示威者遭到袭击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事件推动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的立法过程 但这个法案呢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个原则性的法律 就他只是定了个方向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 所以具体执行是要靠行政当局来操作 我说杨洁篪不懂就是应该讲他是不可能不懂 他是故意装不懂越装不懂呢就越显得笨拙 就是执行是行政当局立法是美国的国会两院 那么他跟川普谈判 川普不代表立众议院也不代表参议院 他不是那边的议员呢 所以那边立什么法跟川普没关系 所以他给川普划红线有什么用啊 那红线管得到立法院这个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吗 不可能啊 所以实际上这个杨洁篪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高要贴错地方 他以为把川普的嘴封住就行了 其实川普那个嘴尾这个贴不贴都无所谓 只要国会通过川普签个字 就像第一个法案 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这样 两院先是众议院 参议院通过然后众议院通过 然后交给川普 川普马上签字是去年11月27号 不就我看看啊 这个是今年5月27号 是去年11月27号川普签字 所以那个法案其实还是个原则性的 这个从那法案去年10月27号之后 中共不让步继续往前推进 最后冒出个国安法啊 那么这样的话美国这边的参议院 又推动了一个法律 就是在国安中国就这个5月27号 就中国这个人大表决这个香港版国家安全法 这个前夕 然后这个 这个新的法案 美国这个参议院这边新的法案 就开始酝酿当中了 那个时候这个就今年5月27号 那个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作证的时候 已经表示 就是根据国务院的甚深的研究 认为香港 这个就是我现在讲的还是前面一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就是说根据这个法案来判断 香港已经不再符合美国法律 从1997年7月以后 香港回归以后 美国继续保留香港的特殊待遇 那么但是蓬佩奥只是这样宣布做了个判断 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 也就无非是制裁几个人 宣布几个人的这个制裁 那那个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意义 我觉得呢 美国对于这个就行政当局 对于何时用什么方法制裁中共 以及怎么样顾及到香港的企业界和香港的民众 少受这个中共被制裁以后的连带的伤害 美国是需要反复的分析多方考量 而且呢 我觉得美国现在要把 不能把香港的相关的法案的这个执行 或者相关的这个执行 这两个相关有关香港的法案的这个行政命令啊 当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方面 就机械的执行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必须要和现在中美新冷战这个大局 这个通盘的美国对华政策要综合考量 所以这个问题远远比这个一般的讲要复杂得多 因为实际上这个相对香港的制裁 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对中共官员的制裁 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比方讲这一次香港自治法案 是参议院25号刚刚通过的 就昨天刚通过的 他是可以制裁美国认为为损害了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基本法的所赋予的香港这个高度自治的 就谁哪些官员人士 包括警察还有企业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那么这个国会授权行政当局可以制裁 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个英资的这个汇丰银行 就可能榜上有名 将来可能遭到制裁 那对一个银行来讲 遭到美国的政府的制裁 这银行就汇丰本来就快活不了了 再一制裁恐怕就该破产了 那么这个香港自治法案呢 现在是共和党一个参议员叫对卖和这个民主党参议员跨党派提出来的 那现在众议院还没通过 但相信众议院很快会通过 那么制裁内容主要是经济制裁为主 包括冻结资产还拒接入境 这个听起来不很新鲜 但关键的是他把这扩大范围 这个制裁范围扩大门槛降低了 就是更多的人可以纳入这个范围 就所以这样的话就将来 这个很多在香港的企业 还有人都可能被这个 后一个法案 第二个法案就香港自治法案 因为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实际上是拿中共的砖头敲中共 就你不是通过一个香港基本法吗 你还有一个中英联合声明啊 你可以中共对老百姓说我的声明都是屁 我说不算就不算 那指我撕了就没了 但对美国来讲你撕了不算数 国际我这边不认账 因为如果你什么声明你都敢撕 什么这个国际协议你签了就敢毁 那我们除了制裁没别的办法 为什么呢 我怎么敢跟你做任何这个彼此的交往 不管是经济还是什么方面 你随时比方讲这个你说如果在这种状态下 你敢撕毁任何合同 破坏任何国际法 然后撕毁任何国际这个规定 你同意了参加了 比方知识产权的 你要说哪一天我 虽然我签了自我 但我不认账 这就无赖做法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必须鼓励 原因就是它会祸害全世界 因此美国现在是等于拿这条做底线 就是说你中共 我现在不跟你讲人权 我跟你讲的是你的基本法 你的中英联合声明 你守还是不守 那么也是向北京表达一个清楚的信息 就是你如果要想损害香港的自治 为了你现在的这个统治 那么你就要承担后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我觉得后面就是这个香港自治法案 比香港人权法案 听起来好像这个 没那么 不像那个人权法案 调子那么高 人权听起来就是这个 比较高大上 但实际上自治法案 听起来就是一个 好像是尊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但实际上它是把制裁对象大大的扩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法案 对中共实际上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很大 但总的来讲 我不认为这个过了比方说7月1号 或者8月1号 10月1号 或者明年1月1号 然后这一夜之间就会如何如何有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美国当局现在要考虑的 已经不是一个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只是美国对华政策中 这个几十个议题当中的一个 它会通盘考虑